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油量比較低 而且我就故意挑一些 像什麼蒟蒻 花椰菜 青菜 聽起來就是非常的健康 我跟你講 每一碗吃下去之後 我那時候不受反胖一公斤 一直打鍵盤 然後幾乎是就是 一整天都要坐在那 然後我就忙到是早上 像妳跟妳一樣 我早上就是喝一杯咖啡 然後下午兩點才吃第一個 就是第一次便當 這樣子持續半年 我就胖了十幾公斤 我早上吃得越豐富越好 像有些人甚至喜歡吃一些什麼 麥當勞 或者是一些素食 我就覺得放在早餐是OK的 OK的嗎 剛才妳說過來了 我想說這麼厲害 其實我也很怕 我是一個很怕肚子餓的人 所以我通常都會吃很多的青菜 因為行為止可以增加飽足感 2 3 歡迎收看三十卡卡 讓你的人生不卡卡 聽三十卡卡發聲 讓好事發生 我是簡易嘉 我是簡易孫 欸一家 當主播一定很辛苦對不對 嗯 蠻辛苦的 那這麼多辛苦裡面 有些很好克服 有些可能很難克服 有沒有哪些是 你覺得很難克服的 有一點 就是女生一輩子的課題 一輩子 減肥 減肥 對啊 對 因為我們在螢幕上就會放大 是 對 現在尤其是這個HD 對 寬螢幕 很惱人 對 所以一定要剪到很瘦 曾經被長官關心一點嗎 長官說 一家這天吃太好了喔 他好委婉喔 我們就有點壓力了 就要趕快就是積極的瘦身 那有多成功還是有時候會吃到 沒有 但有時候就是那時候剛開始減肥嘛 就會想說 我明天再剪好了 下次再剪 暑假再開始剪 好 這個我就要告訴你 最近我看了一個很有趣的新聞 在日本呢 他們統計了大概1332位 就是男女啊 我們發現到 49.4%的女生喔 他只要說出 我明天再減肥吧 只要說出這句話 他一定吃飯 就那麼一樣這樣是不是 對啊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的年輕人上班族 他們是不是也都會說這句話呢 一起來看看 想要減肥的話 你會怎麼吃 可能就是晚餐不吃吧 就吃早餐跟中餐 早餐的話 可能就吃你們 漢堡蛋啊 奶茶啊 或是 豆漿牛奶茶 早上就吃飽 漢堡蛋 因為早餐他還想減肥 對啊 他還想減肥啊 漢堡蛋覺得不行吧 上班族的話 想要減肥 你會怎麼吃 直接溜一點之後就不要吃 然後就 澱粉也不要吃 澱粉 這樣子一定瘦 瘦了幾公斤 像10公斤都有 比如說蒸的地瓜 然後 就是水煮蛋 然後加薯菜 長期不吃澱粉 確實是一開始會有用 但是好像 還是會 會自胖 想減肥 您通常都會怎麼吃 就 盡量忍著不吃 如果餓了的話怎麼辦 盡量說服自己不要吃 有效嗎 你看我身材有效 他講的有一點委婉 真的 他說盡量不吃 我想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不能盡量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到很多來賓 他們在減肥方面也是很有經驗 就是教父級的 教母級的對不對 沒錯 首先我們要歡迎第一位就是辣媽Cindy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接著歡迎的是上班族的代表瑞迪 嗨 歡迎 我是讓我也是下週在減肥 也是那一種嗎 好 接著又歡迎的是我們美食作家花花 大家好 好 講到減肥的事情 其實最重要要請教專業的人 那專業人就是以營養師為代表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邀請了我們 宋米華 宋營養師歡迎 大家好 好 剛剛有說因為我可能都會說明天再見 下個月再見 就當然就會失敗了 對啊 你就是那個49.4%的其中一個 沒錯 其中一個 就是無疾而終 就是大家都會試過很多樣的方法 因為網路上就會流傳很多 我之前其實 其實大家 我們兩個應該都差不多 對 因為國中為什麼呢 我是跆拳道運動員 因為我們是秤體重的 所以那時候練習就是 一定要在那個重量 我們就穿著雨衣 然後穿著外套 訓練 然後去降體重 好嚴格 很累 對 我在當選手的時候也是 就是常常在一個月要減8公斤 對 所以那時候整個 對 整個月幾乎都是 就是 但是你減到就是水分 對 然後都是沒吃 然後重點是 我們去過棒完之後 對 就發生很多很奇蹟的事 就是你在瞬間 一個小時可以胖3公斤4公斤 什麼 所以就是一直吃 因為是一直吃 你餓了一個兩個月 所以只要過棒 你過了 你就開始吃了 真的餓太久了 而且我是後來高中沒練之後 幼婦胖 蛤 就是沒有動之後你就胖了 你講了這個我想到一個人 誰 我們家女兒 她好像也是 她就是因為 現在是高中 對 沒練之後 好像就自己覺得 常常為體重困擾 真的喔 姐姐以過來人的經驗 告訴她 真的會胖 對 真的 真的 因為你運動量沒那麼大 可是吃東西也習慣了 對 就沒在動了 而且又沒有比賽說 要求你控制體重 對 就是多重的那種受限不見了 但是呢 習慣又是 欸 很喜歡吃對不對 對 所以到了大學之後 我就會嘗試 千奇百怪的那種減肥方法 是 就來問一下Cindy啦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樣的方法 是真的失敗的 我跟你說 剛剛你那個都是客氣 你那個長官還 偶爾提醒你一下 真的嗎 我以前播新聞說 長官每天提醒我 每天 她怎麼提醒你 她給料她過來說 那個Cindy今天看起來 臉有點圓 喔 她看她說 Cindy今天她的裙子穿的時候 腿看起來有點粗 我的長官算人很好的 長官算人很好的 你還沒有遇過那種兇的 她是用暗示 對 但是我那陣子為什麼會變胖呢 就是因為呢 那時候我就是播夜報 你們也知道夜報 就是晚上11點12點嗎 播完的時候 就是到1點 凌晨1點才收播 一定餓吧 對 很餓 你說你播新人 壓力很大嘛 然後呢 你就是在播之前 其實你也不能好好吃東西 因為你就怕等一下 一用力一個呼吸 然後那個扣子 就是你知道攤開 對 也是很尷尬 可能會一夕出名 就出名 對 所以呢就是之前 播之前也不敢好好吃東西 就只好播之後 就覺得哇 累了一整天要好好犒賞自己一下 所以那時候就想要大吃宵夜 問題是呢 其實我們還是有點羞恥心 是有點嗎 不敢吃太多嗎 對 不敢吃太多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說 那結束之後 你知道餐廳很多也都關了 那只有小吃店有開對不對 對 有哪些有開的呢 就是滷味攤 滷味攤 對 還有鮮豬雞 鮮豬雞不行嗎 這個它沒有兇實性 太可恥了 我們就覺得滷味好像熱量比較低 對 我就覺得滷味好像熱量比較低 對 我就覺得滷味好像熱量比較低 而且我就故意挑一些像什麼 蒟蒻啦 然後花椰菜啦 青菜 聽起來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聽起來 我跟你講每一碗吃下去之後 我那時候 不瘦反胖一公斤 為什麼 我後來就很苦惱 我想說我已經吃這麼的 到底還在哪 就是你知道我也沒有吃那些 又是花椰菜 又是蒟蒻 後來我朋友就跟我說 天啊 你居然敢吃滷味 他說你知道那個滷汁的熱量有多高嗎 真的假的 滷汁熱量有多高 真的嗎 其實滷汁所有熱量高 還有有些滷味它會加醬 然後再加上其實滷味 那沒醬怎麼吃啊 對 其實還有滷味道 還有問題就是滷味一般來說 其實滿重鹹的 所以其實女生其實有時候 她所謂的那一公斤 不見得是脂肪 有可能是水腫 對 因為它太鹹了 是 對 現在原來滷味不能碰啊 真的 不行太可怕了 這邊對不起各位也會傷 增加減肥的時候 那時候夜班 Cindy姐是夜班嗎 我那時候是早班 我也是 妳也是嗎 對三四點出門 那妳會亂吃嗎 我就是吃就不正常啊 因為播報前六點播報 我就會只喝一杯黑咖啡 真的 然後就去 因為播錢就不能吃太飽 對妳也怕是 對啊 怕到時候會加上 妳們那個衣服 我為什麼不挑戴藥 不行 我們要像武隊要紅衣服 我們會收視率會不會下來 對 所以就是真的要播完才能吃 然後但是播完吃的時候 你就很餓啊 妳吃什麼 十點十一點 然後就到公讀生 就會幫我們去買 買很多早餐回來 三個便當 對 那時候早午餐 早午餐 就是要亂掉了 是是 對但是看起來男生感覺 就沒有這樣子 減肥失敗的那種感覺 應該也有吧 男生失敗大概就是 常常都是朋友約 而且我覺得男生 常常會有一個就是聚餐 會有一個恐怖的東西 不知不覺就喝進去了 什麼 酒 對酒的熱量其實很高對不對 其實酒有一些像烈酒 其實它的熱量其實甚至 比跟沙拉油差不多 對 對 我就要跟大家講 我們之前 因為酒精其實一克是七大卡 油是九大卡 所以等於喝了油進去 而且有一些酒它會有調味 而且還是會加一些就是糖分的部分 所以其實而且我喝起來會覺得 好像尤其夏天嗎 很無害 對 無害 很清涼 對 越刷足就很苦 你看 真的 我其實到很老很老 才知道嗎 也事實上 大概去年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對 有比較減少一點 有啊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很無害 我們就覺得烈酒嘛 又很澄清又很透明 然後看起來根本沒有卡路里嘛 對啊 然後就很無害就 欸 朋友 而且喝多了去吐就沒啦 沒有 我們想說我們家還是有 我們就想說我們今天不喝啤酒 啤酒才有啤酒度嘛 對啊 你有沒有聽說 沒有啊 所以我們就選擇喝烈酒 而且啤酒也會有下韭菜 那個也很可怕 對 再加個滷味 而且男生雖然會約運動 你有這樣的喝酒的困擾嗎 我有 你也是有啊 可是我除了這個困擾 可是我除了這個困擾 就是男生會約喝酒嘛 然後還有一個是約運動 約運動 大家想說男生運動都會瘦 對 運動完才是可怕的 運動完才是可怕的 去吃豆漿店啊 去吃什麼啊 那才是 吸收量更多 對 然後去吃那個路邊的百元快潮 對啊 什麼油的 真的是超怕的 尤其是打完球喔 騎完車就覺得說 啊 我有運動了 然後很開心的 就吃 我們打了一個小時的球 吃了多少的熱潮就會回來 其實的確像國外有研究 因為我們都一直在講 維持體重 控制體重 飲食運動都很重要 但是其實 飲食遠遠大於運動的重要 因為其實比如說 像剛才我們江老師提到說 如果打球一個小時 尤其是男生打球 可能那個強度是蠻強的 很激烈 對 對 其實他可能 可能消耗個三四百大卡 但你可能隨便 你可能已經很渴 然後隨便喝個運動 你要那種糖分很高 就回來了 就回來了 然後再比個什麼 換潮啦 對啊 還是很累 所以瑞琳你怎麼樣失敗了 我之前是 因為我當兵的時候 運動量很大 然後大概二十 二十三歲嘛 出社會 我一退伍就出社會了 然後我就開始工作 但是因為從一個 平常有運動習慣的人 到要一個變成久坐的上班族 所以我就要一直坐在 而且也是文字創作者 所以就要一直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就一直打鍵盤 然後幾乎是就是一整天都要坐在那 然後我就忙到是早上 像跟你一樣 我早上就是喝一杯咖啡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在財經台 所以它是兩點開盤 所以我們要忙到過中午 之後才會吃第一餐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就變成是說 我兩點的時候 下午兩點才吃第一個 第一餐便當 對 然後 但是我便當 因為那時候 我大概這樣子持續 半年 我就胖了十幾公斤 可是你不像吃第一餐 為什麼會胖啊 對 我從原本 退伍喔 超瘦 肌瘦的 然後到這樣子 就是一直坐著 然後幾乎沒有運動 因為工作時間太久 胖到 17公斤 而且 最關鍵的是在什麼 你知道 第一個是我過午之後才吃 然後我早上又不吃 所以我中午便當我必客玩 然後 晚上呢 晚上我又拖很晚 因為菜鳥都要加班 對 然後加班之後大概八九點回家 是 然後回家的時候 因為想說我今天只有吃兩餐 是 所以我又吃得很邪躁 對 然後那個時間又很晚 對 那吃完沒多久我又要睡覺 是大家都會有那種彌補心態 對 就是這樣 就是反正我剛剛沒吃 我就多吃一點 沒錯 不是我很累我就吃一點 我有運動我就多吃一點 重點都多在那個多吃一點 對 而且都會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吃很多 對 想說我已經少吃一餐 然後更可怕的是後來我發現 我這樣吃不好 所以我乾脆就 再少吃這兩餐 蛤 再少吃 對 我就把中午就是只吃菜 飯就不吃 然後到晚餐呢 我就也是吃很少 所以我就一直處在一個 餓肚子的狀態 就把它減量 對 我就採用空腹來減肥 我想說反正我會餓 我有感覺到他餓肚都會瘦 結果有成功嗎 結果反而更慘了 我胃減養就算了 我整個胃是整個是就是 要靠藥物來治療之外 我還要吃更多的東西來養我的胃 這麼嚴重啊 對 所以我原本好 好不容易又瘦回去 大概60出頭 結果又再彈回去 天啊 好非常喔 所以妳老師是不能這樣子恐怖 其實瑞迪是非常典型 我們常常遇到就是 減重的一個就是過程啦 經歷 就是所謂教科書的範圍 對 其實非常常見 只是一般我們比較常見的是女生 對 瑞迪男人 一般來說其實真的很多上班族現在都是 早上就一杯咖啡 對 主要就是因為很多上班族 他是9點上班 他可能覺得說 距離中午12點好像才兩三個小時 我撐一下就過了 對 而且很多人上班都來不及了 還準備早餐 對 就是一杯咖啡 其實早上是我們最重要的一餐 因為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們把每個人 想成是自己一台機器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的機器就有點類似 電腦在待機狀態 它消耗的電力大概只有7成 那怎麼樣把這個待機狀態轉成開機 這個開關就是靠早餐 所以你早餐要吃得越豐富越好 像是有些人甚至喜歡吃一些什麼 麥當勞啊 或者是一些素食 我都覺得放在早餐是OK的 真的嗎 對 真的 日式都不敢耶 對啊 因為早餐 所以其實觀眾朋友 如果看到營養師早上在買麥當勞 不要意外 對 所以可以吃的 而且早餐是最無憾 就是那種什麼薯條 薯品 對 如果你真的要吃 真的嗎 我寧可你放在早上 蘿蔔糕 OK 因為它消化的會比較快 對 因為比如說 我們大家早上都要工作 那個雞腿排 漢堡 你到底有多想吃 多想吃喔 對 因為我們一陣名燈 對 因為主要是早餐 因為基本上早上 我們一般人如果正常工作的話 其實都是朝九晚五 對 所以其實他早上都在工作 都在用腦 就算是他靜態的 他還是在用腦 所以其實這個熱量是需要的 你知道他現在就開始 他就算沒有膜拜了 對 沒有了 而且其實就像剛剛你們講到的 擬補心態 很多人就是 白天都吃得不好 是 很辛苦 很壓力 也沒有胃口吃 真的 他到晚上一下班放鬆了 他胃口也開了 那這時候他就真的就 擬補心態覺得說 我早上也吃得不好 都隨便吃 那我晚上就來個吃到飽 但是我們剛剛講 其實晚上你下了班 我們身體開始慢慢要進入 待機狀態了 對 你熱量消耗已經慢慢要減少 你這時候一大堆熱量進來 是 消耗不掉 那就是堆積形成脂肪 然後再加上可能又去睡了 那你吃得飽飽的睡覺 睡眠品質又受到影響 真的 真的耶 而且我覺得這裡面 除了這個營養的觀念 還有就是心理的觀念 喔 心理 尤其當你工作一整天 你花費很多的精力在工作上面 其實到傍晚的時候 你的那個身 頭腦對於那個誘惑的抵抗力是差的 真的 零的 是零的 比如說你看到那個雞排店 或是那個滷味店 賣賣賣 你就不小心就多加了好幾個 對 你沒有抗拒 所以心理上面是不是也是比較脆弱 沒錯 所以其實人家說 減重其實是一種心理治療 真的 你要先把你的心理矯正過來 你才有辦法實際去執行 真的耶 就會想要好好的犒勞自己嗎 都覺得今天一整天工作都這麼累了 對啊 好好吃一會 你會犒勞自己用什麼犒勞自己 我嗎 也是吃 大家一般人都是這樣子嗎 對啊 對 那花花你有什麼比較失敗的案例嗎 有關美食 但你美食作家 對啊 因為今天很難吧 應該是 因為很難受到 對啊 因為我其實是烹飪老師 所以我每天都要在家裡試做很多不同的菜 然後做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就吃掉了 自己怎麼這麼優秀 所以想要把他全部吃完 有一次雜誌採訪 然後那次就是剛好我們有去Check的照片 然後雜誌出來之後 朋友打電話說 欸 你懷孕了怎麼沒跟我講 吃麵粉 對 三個月 瘦了七八公斤 這我們很多時候便當機是長這樣 健腿怎麼 你會怎麼吃 我沒有 我就吃兩口飯吧 兩口飯 然後呢 然後吃菜 菜會吃光 小光光也會吃 那請問那個 然後這個肉我可能就吃三分之一 所以心理是不是今天有帶自己的減肥便當 對 我今天有帶這個便當 但是我這個便當很驚悚 我覺得自己做的東西真是太好吃了 然後後來有一次雜誌採訪 然後那一次就是剛好我們有去Check的照片 然後雜誌出來之後我朋友打電話說 你懷孕了怎麼沒跟我講 天啊 就這樣 所以你有懷孕嗎 沒有 太尷尬了 快生了 還沒跟我講這樣 快生了 就覺得好瘋快 怎麼會發生 而且還是說快生了 不是一兩個月 而且那個雜誌一方放一個月有沒有 很恐怖啊 不時都有人打電話來說 欸你好像 恭喜 恭喜 我就覺得太尷尬了 然後就開始用那個 低碳水化合物 其實那時候其實根本是不吃飯跟麵 是 可是我不吃澱粉 對 三個月瘦了七八公斤 這麼多啊 對 然後可是就是一開始瘦覺得很開心 然後後來因為還是要繼續做甜點嘛 對 所以還是繼續 還是有漂亮的成果出來 還是有職業傷害 對…我真的是職業傷害 對…我真的是職業傷害 對… 對… 然後你就又吃甜點 又開始吃甜點 天啊那個不吃則以一吃我可能 不到兩個月就胖回來 真的啊 而且可能還胖… 七八公斤都胖回來 對…而且可能還胖更多 天啊 我覺得很可怕 然後因為我本身就是 我本身就有點胃食道逆流 然後再加上 我體質本來就是低膽固醇的體質 所以我就是一直處在那個減肥 然後開始身體… 不胖 身體變不好 然後就醫生說 你要多吃點營養的東西 然後就開始吃 吃完之後就變胖 然後變胖完之後 又減肥 然後就不斷的一直循環 真的 很多人好像都會這樣子耶 是啊 問一下營養師 一開始受吃下來 怎麼樣維持呢 其實就是要看你 是不是有效減重 因為很多人其實他所謂的減 比如說減很快 像剛才前面提到運動選手 他可能要穿著衣衣去 對 他一下子可能三四公斤就掉 那就是脫水 對… 這就是所謂的無效減重 我們是希望真的有效減重 是要 所以是希望把脂肪降下來 但是把肌肉keep住 因為肌肉是我們身體 消耗熱量最重要的部分 而且是現在身體最重要的器官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肌肉量足的話 就算你稍微有的時候大吃一點 也不至於那麼快反應在我們的 因為他可能會提高你的基礎代謝力 對… 沒錯 而至於說像剛才針對三位 其實他們的一個工作模式 時間類型都不太一樣 對 給大家做一個分析 比如說像是瑞迪剛提到 因為他都是要… 瑞迪九座 對 他都在電腦前面 打電腦的 其實他就是屬於這種長期這種… 運動量比較少 運動量少 靜態的 其實真的大概七八成以上的方班族 都是這樣 對… 其實針對這樣子的對象 像我們第一個就會考慮他的代謝 可能是不好的 循環是不好 甚至比如說像瑞迪 他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有些女性 他甚至會手腳冰冷 會… 會… 講話嗎 對 或者是說他可能 運動不排汗 對… 就是他整個… 不太容易流汗 對 就等於說他是有點就是 像沒有辦法發熱的機器 就是一直冷冷的 一到冬天就要暖暖包 對… 還有攤子什麼 什麼暖暖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針對這樣子 他本身體就不好的人 你說他用什麼減重方法 其實效果都不會太明顯 所以針對這樣子 不是說要請你換工作 我就說就是 如果你也是這種 上班族久坐 也許現在夏天 大家又會開冷氣 所以其實針對這樣子的對象 我們會建議 要多吃一些辛香料 多吃一些增加循環的一些 那是什麼咖哩嗎 咖哩啊 辛辣 洋蔥啊 辣蒜啊 你們就覺得 喔 麻辣火鍋可以嗎 麻辣火鍋基本上 對 要很辣 要很辣 那是要熱量更高 不行 我們就選一些新鮮的辛香料 對 然後第二個 至於說 南正餐的 我覺得花花老師應該 正餐時間 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固定 因為上班族 可能會稍微比較固定 是 針對這樣子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 三餐定時定量 然後很多人說 他就是沒有辦法 怎麼做到 對啊 其實所謂三餐定時定量 不是說你早上一定要9點 中午12點 晚上6點 而是說 依照你自己的工作模式 定出自己三餐固定的時間 比如說像辛苦的主播 他可能 他本身就是播夜間新聞 那他可能他的三餐就是時間 就是跟我們一般朝九晚五是不一樣 他可能早上8點才下班 那他的最後一餐 是我們的早餐時間 可是就是他的晚餐時間 就等於說 設定出自己的三餐的時間 但是不見得是跟別人一樣 但是一旦設定了 就要盡量定時定量 定時 而且還定量 那其實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你沒有定時定量 你可能這一餐明明該吃東西了 你不吃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像剛剛瑞迪講的 他的胃酸還是在分泌 可是你沒有食物進來去中和他 久而久之我們的胃壁就會被破壞 就會引起所謂的胃炎 慢性胃炎 或者是胃潰瘍 疾病就來了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該吃東西的時候不吃東西 等到他真的肚子非常餓的時候 可是這時候你手邊又沒有好的食物來源 他可能就會吃泡麵 冰淇淋 餅乾 泡麵 所以其實他反而在 更不該吃東西的時候 吃熱量更高的食物 所以定時定量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時間到來 規律 量要控制 而至於說 針對這樣子辛苦的上班族 我們會建議 對 就是可以多吃一些就是助眠的食物 助眠的食物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一直在講運動 一直在講飲食 但是其實在減重 或者是維持體重的一個過程中 其實良好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那像睡眠餅值重要 就是要多吃一些 含鈣的食物跟含內 像我們都知道牛奶嘛 小魚乾 黑芝麻 那鎂呢 鎂也是一種礦物質 也是很重要的 包括像是 豆製品 深綠色蔬菜 或者是一些五穀雜糧 你們都學起來了 有有 腦力很美 對 最後是 勞力付出型 其實針對這種 它本身的熱量消耗大 對啊 它就有在動了 對 所以其實可是有一些 它還需要擔心這個肥胖的問題嗎 當然還是有 因為有一些勞力 尤其像夏天 很多勞動的朋友 他可能就會喝很多寒糖飲料 那它的糖分都很高 所以這個就要特別注意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可能就是外面 就是沒辦法就只能吃外食啊 是啊 沒辦法好好的吃一個正餐 或是營養的東西 對 外面的便當又很油 到底該怎麼辦呢 對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很重要的問題 對 尤其對我們30歲的朋友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像開會 也都是訂好便當 很多人都是團體跟 例如說捏懶的自己去買 然後就是叫朋友幫忙一起叫便當 我自己沒辦法選 你沒辦法選 所以現在我要準備一個小小的考試給你考 什麼 有一個小考試 來我們請我們的小助手來 好可愛喔 小當家 小當家 來來來 是給我們吃的 沒有 來像這個 通常是我們很多時候便當就是長這樣 便當長這樣子 對 蠻豐富的耶 對啊 像這樣子通常有時候 它只是我們現在裝在比較好看的盤子裡面 常常這就是便當裡面的菜 對 那你要怎麼吃 怎麼吃啊 全部吃光 基本上我就是全部吃光光耶 可是如果真的要減肥怎麼會 你會怎麼吃 我就吃兩口飯吧 兩口飯然後呢 然後吃菜 菜會吃光 小黃瓜也會吃 那請問那個 然後這個肉可能就吃三分之一 像我的話就是肉先吃光光 然後因為我覺得那個肚子最餓的時候 會先吃最喜歡吃的東西 問一下營養師 我們這樣子挑選的菜色這樣吃法正確嗎 而且我說這個便當好可憐喔 你看 像你們這樣吃感覺剩很多耶 是啊 我這個便當如果放在中午 我是覺得說 當然便當的份量的確是比較大 所以可以稍微的比如說飯吃一半啊 然後菜啊或者是肉 可是如果放在晚上的話其實 澱粉真的要再少一點 你會發現第一個它飯量大 第二個你會發現它前面三格的小菜 都放了一點點 不是而且重點是 幾乎不會全部都是青菜 你看光看那個 它只有一樣是青菜 小黃瓜也只有一樣 它就是豆干啊 跟其他的一些加工的食品 很可惜 因為其實那些東西 大部分其實都不是屬於蔬菜類 所以你變成說你整個大大的便當 只有一小坨是青菜 今天來賓呢也有準備他們的 平常減肥的菜單喔 所以是有效的菜單對不對 你們自己試過之後覺得很不錯的 Sindy你是什麼樣吃 因為呢我以前就是上班的時候 因為其實好啦我一定要坦承一下 因為我本人的廚藝不是很佳 所以呢如果我要減肥的話 我就只能靠便利商店 因為最方便了 對而且要最方便 然後又不用自己動手做 所以我那時候就發明了這個 便利商店的減肥套餐 早餐的時候我就會便利商店買一個茶葉蛋 然後呢一根熱狗然後配牛奶 你看就是又有蛋啊 然後奶類啊又有肉類 就感覺就是一整天精神滿滿 然後呢中餐的時候我就會吃稍微多一點 因為呢下午可能要跑新聞要幹嘛 就是要體力比較充足 然後晚餐的時候呢 好啦這時候回到家一個比較清醒一點 對 可以稍微呢就比較 自己燙一下 簡單的喔 就比較簡單一點 不用廚藝來 就會把青菜稍微燙一下 然後簡單過個學然後吃這樣 這個真的滿有效的喔 就一個月大概可以瘦兩公斤左右 一個月瘦兩公斤左右 但是我要問一下營養師 這樣是蠻多的耶 這樣是可以嗎 以早餐來講的話其實比較少了一些澱粉啦 因為你看飯店全部都是蛋白質 所以說把熱狗拿掉換成 比如說飯糰 那其實就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或是大燈飽 大燈飽 你就是要熱狗了對不對 有熱狗了 你就是要熱狗 你就是要 要熱水 偶爾可以啦 而至於中午的話 我是覺得有注意熱量的部分很好 然後我是覺得如果你早餐都吃得這樣滿豐富啊 其實晚上吃一點青菜 再搭配一點點蛋白質 我覺得是OK的 那心理是不是今天有帶自己的減肥便當 對 我今天有帶這個便當 但是我這個便當很驚悚 我覺得呢先看兩位的好了 很驚悚嗎 對 因為我的也比較驚悚一點 先看一下兩位的那個便當 好 總的驚悚 對 我很想看 你這樣子對要想看 對 大家都想看 對 大家都想看 不然你是吃蟲蟲餐吧 沒有啊 在進去打開 那種炸嗎 我炸啊 有蟹子啊 不要驚悚啊 待會兒待會兒 瑞婷你的菜單是什麼 我先講一下我平常正常的話 我的早餐就是無糖拿鐵 上班族一定要一杯的嘛 然後還有呢就是我會去 有一些早餐店 你可以跟他客製化要求 可以可以 就是說呢麻煩幫我煎兩顆荷包蛋 然後呢我有時候很餓的時候 我會加肉蛋吐司 但是這個呢是要跟老闆說 任何醬都不加 這可以 對 就是它是可以幫你這樣客製化做的 現在的早餐店都非常的客製化 跟營養店很像 對 你要什麼他都幫你做出來 沒錯 然後呢中餐的話我通常都是去選自助餐 我都會選就是五菜一飯 像有一些 沒有肉啊 沒有肉耶 我中餐不太吃肉 然後晚餐的話我吃的也蠻簡單的 就是我會吃生菜 然後還有雞胸肉 這個就是汆燙的 再加這個茶葉蛋 然後就是再喝豆漿或牛奶 對就是很簡單的事 因為我晚上會去運動 但我運動前會吃一些飯糰 對 所以我等於是晚上吃了兩回合 對 你這樣子吃這個菜單有瘦多少 這個樣子我那時候是因為被逼迫要控制飲食 被逼迫 對 但是我的體重這樣一個月瘦三公斤 但我的肌肉量增加了一公斤 一個月瘦三公斤 一個月瘦三公斤 對 然後我的體脂大概也是這樣大概3%左右 這樣不錯耶對不對 對 因為很重要剛剛營養師有說要減脂 其實以瑞迪來講 他這個飲食其實我給80分 喔 算是真的蠻好的 因為他有注意到一些小細節 包括像無糖 是 然後無糖的拿鐵 無糖的豆漿 而且早上有沒有發現就是要吃得像皇帝 你看他只有吃吐司 而且還吃兩顆 肉蛋 對 因為我很愛吃蛋 對其實他早上這個機器就已經完全被打開了 對 然後中午的話其實 他可以稍微選一點點肉 對 就是因為他說五樣全部都是青菜 其實蛋白 可是他因為又把蛋白質的扣打 我覺得有點挪在晚上 晚上 所以我覺得整體看來其實還OK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達到我們講的所謂的有效的減重 就是 他體重已經下來了 但是其中是包括 體脂肪降下來 但是肌肉量提升 這才是重的 這才是有效 而且他變得更健康 對 不容易負胖的減重 是 所以今天瑞迪你帶哪一餐 哪一餐 這個是我的晚餐 晚餐 而且我這次 這個不是沖沖 不是沖沖 這個是現在非常夯的 其他東西都是一鍋水全部煮完 然後再加上這個 因為現在 他依食物減重法 就他每天只吃這一樣食物 其實應該是說他短時間的確一定會瘦很懷孕 光想著熱量這麼低 對 但是等到他一旦就像剛剛心裡講的 不可能一次這樣子吃 等到他又回復 我跟你講那個腹胖 然後就回來了 排山倒海鵝 用這種比較錯誤 比較激烈 極端的方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內蜂蜜 一直都在受傷 這個不是沖沖 什麼 這個呢 是現在非常夯的黑梨麥 對 黑梨麥 就是梨麥系列 然後其實我主要是 我是涼拌的小黃瓜 然後我只加一點點鹽下去拌 所以這個就很簡單 然後其他東西都是一鍋水全部煮 水煮 但我水裡面會加一些橄欖油 跟一點點鹽 是 所以這些都是有味道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梨麥 哇 因為現在梨麥就是說 對 我回去要學起來 對 很不錯耶 看起來好像也蠻好吃的 對啊這樣熱量其實真的 連500大卡都不到 真的 但是你卻可以吃得很飽 很飽 這樣吃超飽 你這樣會吃到你說我真的已經吃不下了 我們請金迪辣媽來幫我們試吃一下 對 就是水煮都沒味道 所以是不是應該加一點鹽是好的嗎 是OK的啊 所以它橄欖有一點鹽 它就有一點味道 對 它味太鹹 好吃嗎 有味道的耶 我原本以為會就是很像吃那種生黃瓜 對 就有味道 它是有一點點鹹味這樣 花花老師要緊張了 對啊 前面也很看起來 前面也很美食對不對 所以它吃的更好 但一樣可以熟 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吃什麼的花花 因為我後來就試了營養性生酮 然後因為生酮的話 生酮飲食前一陣子很酷 很酷啊 然後主要是要用油 是我們燃燒主要的能量 所以就是要增加好油 所以我早上就是一杯防淡咖啡 然後中午的話 我大概就是吃燙青菜 那我大概都會選擇好的油 像是橄欖油 Omega-9的油 是 然後就是我自己做的那個辣的橄欖油 辣的橄欖油 對 然後這個橄欖油 拿來淋青菜就很好吃 甚至你就是也不用加其他的調味料這樣 是 然後再來我會自己就是假日的時候 我就會做女工 就是會用低溫烹調機 就是舒肥那個雞腿跟鴨胸 然後平常我要吃的時候 我可能拿出來切片 切片就可以吃這樣 是是是 對 然後會再加半顆酪梨 酪梨 酪梨 對 因為酪梨有很高的油脂 然後它也非常的健康 是是是 晚上 因為我很早睡 對不起 我是農夫 我九點就睡覺 好健康耶 然後我所有晚上有吃青菜 像菇類或是青菜 然後拌一些油醋醬 好棒喔 你覺得他這樣子有比瑞滴高嗎 其實他這個幾乎你會發現 都看不到澱粉 對啊 從早上的咖啡 到中午是一些雞胸肉 或青菜晚上就是菇類 所以其實它這個就比較傾向 像是生酮的 類似生酮的飲食 這邊我就要替觀眾朋友問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聽說最近很多人使用生酮飲食 因為所謂的真的嚴格的生酮飲食 它的糖分大概只有5到10% 是非常亮 你要隨便吃一個麵包就超過了 相對高的是什麼 油脂的部分 所以你就要考慮第一個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心血管的問題 或者是說你可能執行一陣子之後 你可能要去抽血檢查 看看你的膽固醇 因為我們的確會發現說 如果你比如說 因為像花花老師 他可能選擇是一些好的油 所以有些他可能沒有辦法選擇這麼好的 他沒有那個知識就選擇好的油 或者是說他的來源 他就是一些比較不好的油 對 所以就會發現說有一些會影響到他的膽固醇 那正好花花老師剛剛前面有提到 他本身低膽固醇 所以他就比較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不是說這種低碳絕化 或者是生酮飲食不能執行 而在執行的過程中 你要同時去監測一些 你身體的一些變化 然後花花你今天帶的便當是什麼呢 今天的便當 我一轉過來 然後整個想說這麼厲害 其實我也很怕 我是一個很怕肚子餓的人 所以我通常都會吃很多的青菜 因為行為值可以增加飽足感 然後剛剛其實那個 楊老師也有講 就是長期要執行都沒有碳水化合物 我自己也會覺得好像有點太過了 所以我還是會增加一點碳水化合物 像是這個外面的皮就是 蔥油餅 對 一點就是一點點了 對 那妳是怎麼要理他的呢 其實就是簡單的煎啊 對 那妳裡面是包什麼 我裡面是包那個 妳是不是很想吃 對 妳應該是 妳吃 生菜 然後他們裡面的肉 我看著那個口水一直追 我這個角度看過去 發現他那個侯傑一直都不吃 他一直在吞口水 來來來來 我來試他 你要來試這個 生菜 可是要理油上去啦 有油 我有醬汁對不對 對啦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吃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油啊 這個是奇牙籽油 加上一點點白酒醋 對 然後我覺得 對 像花花老師這種高手 他就可以辦出這麼好的高手 對 我相信我們 跟一般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都做不到 一般人可能就直接千島醬啊 凱撒醬就下來 凱撒醬就下來了 受不到 來 哇 胡老師 我們要找一個美食專家 跟我們一起撿 對 沒錯 然後跟他搭火 搭火啦 其實我家旁邊的房子 已經都賣完了啦 真的 他才能標出好多 不然我們很多時候 在減重減肥的時候 就覺得 每天吃那些東西 就吃到這人生乏胃 對不對 好啦接下來看到我們店 我最期待的來了 對啊 多驚手都哀傷了 是 我要說這是我在最激烈 人生最激烈減肥的時候 的吃法 就是 是哪一餐呢 天啊 什麼 就是兩根香蕉 兩根香蕉 你們有看錯 一天的那樣 兩根香蕉 沒有十塊解決 對啊 是連皮嗎 沒有啦 怎麼可能 一天就兩根 一天早餐 然後吃 然後其他時間就喝水 但是不是每天 就是可能一個禮拜 我挑兩天 就是我那兩天就是 毛起來的不吃 就只是兩根香蕉 等一下 這會不會不舒服啊 那有 就會很餓啊 然後一直 就是只要餓就喝水 只要餓就喝水 然後那時候 就是你當下的那一兩週 你會覺得有效 但是他這一招真的是 無法持之一 對啊 就是他非常的要很有耐力 那時候是 就是你知道 我那時候剛好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播報 一定要就是我們要拍Promote 什麼的 所以我一定要很瘦 所以我就是在 極速減肥的時候 我覺得這招是真的滿有用的 就是跟他拚了的那種 你知道的觀念 我一看到你在便當 我就覺得你國籍真的太辛苦了 真的 真的 我剛剛看到這個 我才覺得我沒有吃過 對啊 你看我們這邊 你沒看我們營養師都皺起眉頭 會很甘心呢 對啊 然後蓋子一打開的時候 我都快流淚 對啊 可是我選香蕉是有原因的 因為香蕉比較甜嘛 糖分比較高 感覺就是你知道 就是心情不會那麼差 然後呢 香蕉因為它的果肉 就是比較有飽足感 所以你吃進去的時候 你比較不會說 有些水果你吃完沒感覺 是 其實營養師很有 有些水果糖分其實也滿高的 對 其實它這個就是所謂的 單一食物減症法 是 就是它每天只吃這一樣食物 其實應該是說它短時間 的確一定會瘦很快 因為你光想那個熱量這麼低 對 而且等到它一旦 就像剛剛心裡講的 不可能一次這樣子吃 等它一回復 我跟你講那個腹胖 然後就回來 台山倒海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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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餓很久 餓很久 跟它拚了就對了 而且我們常常會遇到這樣子 有曾經這樣子使用過的一些女性 它即使很年輕 但是你去抽血做一些 比較深入的一些檢查 你發現它已經有類似 糖尿病前期的一種狀況 哦 這還要疼命而已 為什麼呢 這其實都是我們感覺不到的 對啊 但是其實如果你反覆用這種 比較錯誤 比較激烈 極端的方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 內蒸一致都在受傷 對 長時間下來其實就有很多 類似的代謝症 或許像我們剛剛講的血糖 是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問題 可能它已經隱藏在我們身體而已 是 只是我們沒有發現 對啊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減重 它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 所以大家都是自己做便當 所以就要問營養師說 你自己做的話 你會推薦什麼樣的食材跟吃法呢 其實一般來說 你站在營養師的角度 其實食物不外乎就是分為幾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蛋白質 所謂的 那其實以減重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鮭魚跟雞蛋 算是蠻推薦的 對 因為其實鮭魚有Omega 3的一個油脂 而且它在烹調的時候很方便 它烤一下煎一下就可以 而且 其實你甚至不用再加多餘的油 它其實自己就會生油 雞蛋也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蛋白質的部分 分享給大家 澱粉當然除了白米飯之外 其實地瓜跟藜麥 像剛才畢竟有提到藜麥 藜麥 很厲害 其實藜麥主要是營養價值 然後地瓜主要是有飽足感 對 也可以對於腸道的蠕動 有一些幫助 對 我很喜歡 而蔬菜類的話 其實我覺得各式各樣蔬菜都好 一個原則就是 當氣當令 當氣當令有三大優點 第一個就是 價格最便宜 你會發現 一把空間菜才10塊錢 對 第二個就是 因為它不用搶著收 對 因為 而且它自己 蔬菜本身的抵抗力就好 它其實對於對抗外界的一些蟲害 其實它不需要這麼多農養 對 第三個就是 所以當季當令的蔬菜是最好的 至於說 有增加飽足感 促進我們排除素變的牛棒跟菇類 我覺得很推 好厲害 所以大家就要記起來 這些事情 這些東西其實不難買嘛 對不對 都容易取得 在家裡面自己做 沒錯 但是只限於說自己有時間 或是像花花老師 廚藝這麼好的人 對 可以在家裡面自己做 自己搭配 像我們有時候工作 在外面 就只能吃便利商店啊 對啊 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讓大家來挑選一下 便利商店的外食會怎麼吃呢 哇 歡迎來到我們便利商店午餐時間 哇 所以這滿滿的超商的食物 要讓我們選 就是午餐的時候 你們去超商買這些食物 會怎麼挑選呢 對 前面講那麼多 到時候又還是選錯的話 就直接自己出鏡了 對 就是 離開幾個平台 對 其實很嚴格了 那我數到三 你們就開始選 如果你們現在要控制體重 要 讓 嚇好 嚇好 要控制體重的話 要選些什麼 是 好 1 2 3 我真的沒得選 我會很健康 好 你還沒選啊 三個 好的 好 好 我們先來看 瑞迪的 好了 這是我的 瑞迪的是 涼麵 涼麵 跟油 其實還算OK啦 還算OK 對 因為其實你發現他選的這兩個 都可以看得到熱量 對 大概加起來大概600大卡左右 對 而且其實涼麵的話 它比較有一個隱藏的一個問題 就是 鹽粉 鹽粉 對其實涼麵來講它是 在夏天來講大家很會去選 對啊 它也有一點點青菜在裡面 然後有一些麵 但是其實主要就是那個醬 對那個醬 對啊 所以其實像一般不論是吃涼麵 或者是吃老師最愛的泡麵 對 我們都希望大家那個醬料包 其實不見得要全部加快 接下來我們看 Cindy就是她最愛的 對啊 還是有香蕉 最愛的 對 還是有香蕉 還有最愛的 熱狗包 對 然後蛋也是一定要蛋 其實 我覺得 簡單來說你會發現 它完全沒有蔬菜 有一個原則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 早上要吃的最好 叫王陵 早上就是澱粉蛋白質 蔬菜可能不見得要有 也很難有 比如說一般 早餐店也不會有吃 比較難提供 可是中午就要開始有蔬菜 對 中午就蔬菜 蛋白質跟澱粉要均勻 對 所以你會發現它如果可以的話 比如說它 因為你會發現熱狗跟柴藝蛋 都是蛋白質 對 所以它可以把一個去掉 那換成沙拉 換成沙拉 對 你看這邊 這邊 所以就是跟大家講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熱狗 我偶爾是OK 但是 其實以正餐來講 我們希望正餐完之後 不要馬上吃水果 真的嗎 因為其實正餐吃完之後 血糖已經高了 之後再吃水果 既然血糖會更高 那水果應該什麼時候吃 其實我們以上班族來講 我們會覺得 下午茶最適合 下午茶 對 人家在喝珍珠奶茶 我們就再吃水果 對 飯前吃 飯前吃的話 因為你吃完馬上吃飯 一樣的到 是 就至少 我是覺得說至少隔1到2個小時 OK 對 好 接下來來看我的 一家 這個比較像早餐的組合 對啊 早餐吃這個比較合理對不對 對 早餐如果吃這樣是OK的 可是中午的話一樣 太少 就是沒有蔬菜 沒有來看我的 我快手 我要很快才想得到 真的嗎 對 我沙拉還有地瓜 而且你的沙拉 其實有點不太合格 為什麼 因為沙拉其實沒有太多蔬菜 喔 這樣子啊 就是馬鈴薯 光華老師很聰明 他把這個蔬菜量比較大的 對 太慢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能就是 因為地瓜很好 但是你可能就選擇是 蔬菜量比較大的沙拉 然後甚至可能再搭配一個 牛奶或豆漿 喔 豆漿被你搶走了 對 對 如果沒有人跟我搶 我可以選的話 我可能就這個是 蔬菜的來源 對 畢竟跟剛才老師選的這個 比較不一樣 這蔬菜量比較大 然後第二個呢 澱粉 我就會選地瓜 對 而至於說蛋白質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 茶葉蛋 茶葉蛋 豆漿 對 甚至如果以男生來講 食量比較大 你兩個都可以 對 比如說 以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這樣子的組合 對 其實它就是 又均衡 然後又吃得飽 然後當然不是希望大家 每天吃便利商店 而是說 你真的沒時間的時候 要做一個聰明選擇的話 其實記得一個原則 就是要有這三大類 第一個就是蔬菜 第二個就要有蛋白質 第三個就是澱粉 對 所以這三樣很重要 我們營養師幫我們選出了 這個比較合格的一個餐 對 讓大家有正確的選擇 對 而且其實要提醒大家 因為很多人都在說 那我到底減重的時候 算熱量 算分量 還是算什麼 好麻煩喔 乾脆營養師直接開 有算一個拳頭大小 直接開減重菜單給我好了 其實說實在這些都 沒辦法長時間使用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原則 如果你能做到的話 基本上你就有60分了 及格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早上一定要吃得像皇帝 澱粉蛋白質一定要有 那至於說你偶爾想要吃一些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素食 其實都OK 放在早餐 那中午呢就是蔬菜 我們剛剛講蔬菜 澱粉蛋白質1比1比1 就如果以餐盒來講的話 1比1比1 要開始有蔬菜 到了下午吃一點水果 下午茶 對 吃一點水果 當然晚上呢 不是說要餓肚子 而是說蔬菜至少一半以上 喔 蔬菜太大了 對 蔬菜至少一半 因為我們早上 早餐沒有吃到蔬菜 所以要把早餐的扣打 在晚上把它補起來 然後澱粉跟蛋白質少少的 可有可無 那當然如果像瑞迪 他晚上有運動 那我們就 其實他剛才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運動的人 尤其是晚上 他其實真的可以把 晚餐一分為二 所以運動前我們吃一點澱粉 跟運動後 對 然後運動後 我們可以吃一點蛋白質蔬菜 這樣子其實也很均衡 而且如果你能達到這樣子 飲食的大原則 那如果你又更厲害是 你又在這原則裡面 你又很會選食物 像花花老師一樣 很會搭配 很會選擇化 那我相信卷重對你來說 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欸 這樣聽起來 所以我們就是知道說 在過去我們一直覺得卷重 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在經過我們今天節目 這麼多的介紹之後 發現我們可以用智慧來減重 對 就不會造成這個人生很多的苦惱 沒錯 就是把握營養師 減肥的大原則 就是健健康康的瘦下來 是 所以今天也謝謝 所有的來賓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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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拜拜 拜拜 拜拜